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 这个普通的家里常常发生着普普通通的矛盾 普普通的是这个家里有我 我是情感专家 心理专家 婚恋专家 我还是拥有超能力的隐形人 我能及时发现他们夫妻的矛盾并且化解它 那么谁是你家的隐形人呢 就是这部婚姻宝典 谁呀 这么晚 我看看去 小张啊 来来来 快进来 小张啊 快进去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过来坐 喝点茶 没事 我不喝茶了 那个我待不长 对 那个 嫂子 这两块五您拿着 哎呦 你看 我就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嫂子 您说的没错 那个我当时确实没往那想 您拿着 这样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那我就回去了 是吧 别 别 别 回去 来 过来咱们哥俩聊会儿来 其实是在坐会儿 不是 真不坐了 太晚了 回去晚了 我太太骂过 改天吧 哥 改天我约你 那我先回去了 哎 有空来玩啊 来来来 慢点啊 这 这两块五怎么回事啊 就是您买那五斤鸡蛋的事 什么五斤鸡蛋 我就说你傻帮这个帮那个的 然后那天帮小张买鸡蛋 说是促销的 结果促销的卖完了 你就给人买了一个原价的 美金多了五毛钱 正好小张上楼听到了 哎呀 咱当真的 你看 你说你 你说你没事 你提这事干嘛呀你 闲的 我也没跟小张说呀 正好碰上他上楼 他听到了那 看着是弄的啊 让小张觉得 好像占了我多的便宜 本来就是啊 说实话不行吗 以后你要是都这么去帮人 那你还不如不帮了 哎呀 大家 大家都是邻居啊 你说邻居之间互相帮帮忙 这不显得亲近一点吗 你可倒好就为了这么两块五 哎呀 这以后小张 他见到我肯定不好意思了 他以后不会再开口 让我帮他什么忙了 不开口就不开口呗 那是他小心眼 我们又不理亏 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啊 这邻里之间 这点小张他能算吗 如果算清楚小张了 那面子就没了 面子 面子能当饭吃 能炒鸡蛋呢 人要脸 树要皮啊 男人争的不就是个面子吗 问你什么意思啊 你嫌我给你丢面子了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 说什么说呀 算了 算了 不跟你说 干嘛去 我出去挑逗事 干你我 你闷得慌 看你我还烦得慌呢 那你一时再念船吧 人两个人 你不要弄三个人 我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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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个人 你这两个人 从来拥有 我都拥有 在哪又喝 你喝 你一蘸 五日喝出来呀 滚水喝出来呀 你一蘸酒就多 回一回这样 你说你这点处 嫂子 对不起啊 嫂子 好 我跟哥今天聊得开心 在哪里呢 什么都不管 我那个 安全送到家 我走了 走 行 你回去吧 你小心点 以后别喝这么多你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找个名字 四十多年 让我什么都不同 你说谁呢 要是屋里睡去 起来 王志坚没有买到促销价的鸡蛋 就自己给小张垫付了两块五毛钱 这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而因为妻子一时说了嘴 王志坚又花了一笔钱请小张吃饭 这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我们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面子 那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维护彼此的面子呢 最重要的是要心里尊重对方 把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放在第二位 小张啊 小张啊 嫂子 来来来来来 请请请请啊 坐啊 你说你这一大早的有什么事吧 那个什么 坐下坐下 那个我听说菊花能解酒 我就给人送点来 给王哥泡泡 是 小张啊 你看你 你看昨晚上那么晚 你把它送回来 今儿一大早又送菊花 多不好意思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不不不不 嫂子 我不喝水 那个王哥昨天晚上请我喝酒 结果喝多了 我这来看看应该的 瞧你 那坐下 坐下啊 坐下说 那个王哥到现在还没起来呢 你昨天还说他有酒量 嗯 超不过三两 再多了 找不找北了 你看昨晚一回来 一直睡到现在 身都没翻过 这王哥挺不容易的 工作压力太大了 昨天晚上吧 就聊得开心了点 然后多喝了两杯 他有几斤几两 我还不知道 昨天呢 我是不知道他和你喝酒去了 平时只要他一出去喝酒 我可有招致他了 哎呀嫂子 您这还有战略战术呢 那当然 我告诉你啊 平时他出去喝酒 一到晚上九点 我准打电话二十分钟一次 烦都能把他给烦回来 有一次啊 他真跟我急了 不接我电话 我打个车搜一下 就到他吃饭那地儿了 他一看我来了 傻了 嫂子 这男人有的时候 也需要点空间的 什么空间呢 不是 他五点半下班 我九点多才给他打电话 还没空间呢 说吧你想 看你还有什么能力 你看 这话怎么说呢 我 我知道你们男人都怎么想的 在一块也就是喝喝酒 聊聊天 叙叙旧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男人和男人之间聊天 比和老婆聊天有意思吗 不是 再说了 他也不能老这么喝呀 那电视上都说了 这几大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中之一就是喝酒 不是 那个嫂子 男人和男人之间喝酒 他不单纯是为了放松聊天 不是 他对工作也有帮助 你也甭劝我 你们都是站在男人的立场说话 即使你王哥啊 就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花钱请客不说 还非显摆自己能喝 说什么呢 你 王哥 你醒了 你看任小张一大早就带着菊花来给你解酒来了 人小张是客人 你说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你 你酒醒了 怎么了 发了些火 那个 王哥 我跟嫂子在闲聊呢 没事真的 我给他留着面子呢 不爱说他 不是 你说你没完没了的抖落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旧账 有意思吧 不是你干什么呀 你当着任小张的面 撒酒疯啊 我可不吃这套 行了行了 什么事你都不懂 我都懒得搭理你 人小张能在这听你叨叨 那就是给你面子呢 明白吗 你也不想一想 连两块五毛钱的事 你都能算计得清清楚楚的 人小张把钱送给你 你还真就拿了 小张能来咱们家就是给你面子呢 这都哪和哪啊你往一块扯 谁没给谁面子 不是 怎么又提到我那事了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咱不翻旧账行为 我得让他明白 你不能什么话拿出来就说 你得先勾勾脑子 我和小张在那聊得好好的 关你什么事啊 你横出一杠子来 那谁横出一杠子来啊 行行行 哥哥哥哥哥 哥嫂子 两位都消消气了 别为小事上火好不好 那我走了哥 你别往心里去啊 嫂子我先走了啊 对不住 对不住了啊 赵子不住了 都是让他给我气 哥 嫂子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消消气好好回去劝劝他 我走了哥 走 我送你啊 别送了哥 怎么着 你还觉得委屈啦 人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你倒好 你张小张的面 对我那么不依不饶的 你怎么不考虑考虑我的面子 你一直都要面子啊 当然了 那你当着外人的面接我的短的时候 你考虑个我的面子吗 我 你什么你啊 你好好想想吧你 你这么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婆 唉 待会我们老家的赵立民来啊 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啊 你也真是的 他儿子结婚 你又不去随什么礼啊 唉 礼必须随啊 我人回不去就已经很抱歉了 人不到礼必须到啊 你给我记住了啊 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在家里等赵立民 好不好 行行行我给你等赵立民 你给我上班去吧 好 我给你上班去啊 不沾亲不带故的 随什么礼啊 至于吗 哟 这么多呢 两千哪 这太多了 不就是一个村的邻居吗 好 这太多了 不困了啊 嘿 今天挺准时 哈哈 这么多菜 怎么样 不受 还有虾 洗手 小汁的 色小味啊 不错不错不错 先吃哪个呢 老公 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别生气啊 你说吧 我不生气 就是那个 我今天自己做了回主 把那个赵立民的礼金 捡了一半 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怎么了 你和他不就是个对门邻居吗 至于一下子随那么多礼啊 亏你还是大学 毕业呢 你做事怎么这么糊涂呢 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跟你说 这一千块钱啊 已经不少了 那别人一般的亲戚 那就是六百八百 普通的朋友 也就两百块钱 这也就是个面子的事 你也知道这是面子的事啊 那你知道我跟赵立民是什么关系吗 我知道 眼亲不如近铃 近铃不如对门 再亲再对门 他也不是亲戚不是 行了 行了 我不光是为了这点钱跟你生气 我相信这点钱 也不会影响赵立民什么的 关键是 我当年念大学学费不够的时候 那是全村的人给我凑啊 赵立民更不用提了 他对我妈 那就像是对自己的亲妈是一样的 我在城里这么多年 赵立民经常去我们家 你说 你也没跟我说过这个故事 我哪知道啊 你给我随了两千 我就是随两万 他也不为过呀 那你是越说越邪惚了 老婆 关键是我现在有个事正想求他呢 我有一个朋友 要在我们老家投资建厂 他们现在正在选长址呢 这个事正好赵立民就能帮上忙 可是你让你 还有这事呢 你怎么不早说呀 那我说不说呢 你也不能问也不问 你就参与我的事 你看现在可好了 我在赵立民那儿没面子了 如果这个事办不成的话 那我在我那个朋友那儿也没面子 关键是我跟我那朋友 还有事要合作呢 你说 你说怎么办呢 还是俩俩呢 这些事都是你干的吧 你怎么就那么爱丢你老公的面子呢 面子 面子 你就知道面子 为了面子 你就这么熟了你老婆 到底是面子重要 还是你老婆重要 你胡搅满缠呢 要这么比的吗 就这么比了 你不想让你老公有面子吗 我想 你想不就完了吗 你怎么给我查 有什么面子 你看看你做的事 哪一件事是让你做的事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面子对于男人来说至关重要 在家里他可以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如果在外面 妻子没有给他足够的面子 他一定会点燃他心中的一团怒火 我们让时光到回 看看事情会不会朝好方向反省 小张啊 嫂子 来来来 请请请 坐啊 我昨天晚上跟王哥 王哥确实喝的有点多 那个呆着菊花 给他醒醒酒 哎呦 你看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谢谢嫂子 放着放着 那个嫂子 王哥 王哥他工作压力太大了 对了 所以昨天就喝酒的时候就聊得开心了 又多喝两杯 哎呀 那他肯定是喝高兴了 我告诉你啊 照他平时的酒量吃他不可能醉 哦 对对对 王哥酒量好 我跟你说啊 平常一斤白酒那跟玩似的 要高兴了再加上一瓶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再说了 有我这个坚强的后盾支持他 那酒量大了去了 哇 嫂子 您平时都怎么支持他的 哦 那简单 我是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的照顾他 他那包里 醒酒玩 饱肝玩 养生茶 天天带着 每天喝的酒回来 一杯蜂蜜水 你这蜂蜜水特别节酒 还有什么水果什么那都必须的 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有啥事没有 哎呀 小张 你老婆是不是也这样啊 不 嫂子 我老婆要跟您比 那简直就不是女人 你想的太久道了 嫂子 男人嘛 应酬应酬 钱财不酬 是吧 你不应酬哪来的生意哪来的朋友 你看你王哥他是业务经理 做得这么好 那都是酒桌上应酬出来的 哎呀 嫂子 没看出来 你太开明了 是 必须的 看点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男人都耗面子 他也好整个面子 这时候做老婆的就必须支持 无条件的支持 让他多喝 喝得越多越好 必要的时候还得帮他喝 嫂子 那王哥干啥你都支持 支持 必须支持 再说了 我太了解你王哥了 他干不出什么出格的事 小张我跟你说 别说了 王哥 你睡醒了 不好意思 我得麻烦你了 没事 你小张多客气 这拿了菊花给你解酒 他哪知道你那酒量啊 那再多喝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行了 行了 胡说八道呢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呢 是吧 张多儿 对不起啊 你嫂子说话 可不出了 没事 那个 我刚才也就跟嫂子闲聊了 对 那个王哥 你要没什么事 那 我就 先 先回去 先回去吧 好 您再聊 好 回头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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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怎么那么二啊 回头再喝 你说你没事 你瞎吹什么牛啊你 我吹了吗 我在跟你争面子 你这哪是争面子呀 根本就是让人家笑话咱们 太浅薄了 我浅薄 我说你工作好 说你酒量大我浅薄 那我工作好是在酒中喝出来的吗 是啊 是什么事啊 我工作好 那是我认真努力的结果 说他好他还不愿意听呢 没见过你这样 你这试试我好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忽然想起一个关于面子的古老故事 说有一个人家里很穷 又怕别人笑他穷 就在家门口挂上一块肥肉 每次出门之前都在嘴上擦一下 好让人家以为他顿顿吃肉 如果把这个古老的故事当成一面镜子的话 你有没有在里边看到你自己呢 我们让时光到回看看事情 为了会朝好方向发展 小张啊 是想起来 嫂子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去去去去去啊 嫂子 喂 王哥还没起呢 没呢 昨天晚上啊 确实喝高了点 来喝茶 谢谢嫂子 嫂子 我必须向您承受错误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 我不该劝王哥那么喝酒 这事跟你没关系 他那是跟我生气呢 所以找你喝酒去了 怎么会呢 王哥怎么能跟您生气呢 您这么理解他 支持他 他幸福还来不及呢 嫂子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这你知道 这个五金鸡蛋的事 嫂子真是无心的 嫂子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本来你说让王哥帮我带鸡蛋 已经很麻烦他了 你总不能让王哥还往里倒贴钱 其实也就是两块五的事 你说你王哥非得把它提升到一个 有损他面子的高度 把我训了一顿 说我不会说话 什么事都不过脑 这一生气 我找你喝酒去了 他跟你提这事没 嫂子 你可别多心了 我们俩就闲聊 可没提这事 一点正经事都没提 其实 这喝个酒也不算什么事 我就是担心 他伤了身体 你说他平常应酬就多 我这经常在他包里 放着什么护肝养肝的药 嫂子 你可真贤惠 你就别夸我了 你就因为我多了一句嘴 惹他生气了 这个鸡蛋的问题上 王哥是多想了 怎么还丢面子了你说 是吧 我觉得王哥 有您这么好一个老婆 可有面了 就是会说话 呦 谁这么会说话呀 王哥 起来了 行了 看见小张一大早就送菊花 来给你解酒 应该的 我听你们俩聊得够热闹的 我也凑凑热闹 咱们一起聊聊 王哥 您这话说的 这是您家 怎么您凑热闹呢 我才是凑热闹的 我刚才就跟嫂子闲聊呢 现在没事了 我回去了 这什么意思啊 合着我一来你就要走啊 那很明显 你们俩是不想让我跟你们聊啊 你瞧瞧他 你瞧瞧他 就没个正形 瞎开玩笑 行了行了 那个嫂子我也不打扰了 我还真有事 我真得走了哥 小张 你有事你先忙去 等你下回来 嫂子给你做俩菜 你和你王哥在家好好喝 好 这个就你说的 在家喝酒 他从来不让我在家喝酒 在家喝多好 喝高了 没有人往回台 你可真有主意 哥 嫂子真厉害 在这儿等着你呢 行 我走啊 哥 再来 嫂子再见 老婆 我待会儿有个应酬 我就不在家陪你吃晚饭了 又应酬 少喝酒啊 放心吧 刚才啊 我已经把酸奶提前喝掉了 你得说你这招真灵啊 从前嘛 我喝三两我就倒 现在我喝半斤都不带倒的 我让你喝酸奶是为了保护胃的 你倒好得寸进食 还为了多喝 我跟你说的那个外出应酬的原则是什么 能少喝就不多喝 能不喝就不喝 以不喝为原则 宁少物多 背得真厉害 做的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做的还行 但是昨天我跟小张喝酒 那可是个例外啊 你不知道啊 这喝酒啊 就怕遇到合适的人在一起喝呀 那就是喝醉了 也是一件美事啊 就知道琢磨这 那也不能伤身体 我下不为例 老婆 你可比我们单位呢 老李那媳妇强多了 怎么比的 是 她媳妇怎么可能跟你比呢 那个老妇女啊 那一晚上恨不能给老李打八十个电话催得回家呀 真的 哎呀 搞得老李啊 每一次饭局啊 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呀 留人丢大发了 那我们单位现在那些小年轻呢 就拿这个事挤对他呀 搞得老李没辙没辙的 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以后你出去应酬 我别给你打电话 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才怪的 你把我夸得这么好 你该怎么奖励我呀 我买菜 我做饭 我得放你三天打架 你说呢 我说呢 去哪儿去 去哪儿去 逛街去 现在就兑现了 一个不爱面子的男人一定不是个好男人 一个只讲面子的男人也不会是个好男人 作为一个好妻子 不但懂得如何尊重爱护丈夫的面子 而且还会帮丈夫树立正确的面子观 让时间回到那一年 就在你家门前的公车站 我拉着你的手 你靠着我的肩 舍不得你说再见 时间一年又一年 外面的世界不停的改变 总在提醒自己 我身边还有你 你才是我最该珍惜 记得嫁给你那天 你热的阴光温穿我的脸 说永远对我好 你去陪我到老 让我一辈子别忘掉 时间一年又一年 当着我慢慢爬上我的脸 总是对你唠叨 其实你不知道 你在我心里最重要 笑着闹闹 是生活的漂亮 谁对谁错谁知道 就算天塌下来 也有我成要 只要你在一切都好 笑着闹闹 是生活的漂亮 谁对谁错不重要 就算风浪再大 我们彼此依靠 一不小心天荒地老 一不小心天荒地老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